你长得真有喜感 然后她就把她的面包牛奶递给我 这个饿着肚子一块爬 所以呢 你就没给她分半块面包啊 我跟她分了她不要 因为当时是早上她没有吃饭 而且我早上吃了点零食 我又带了点零食 她什么都没带 我看到中午很饿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零食给了她吃 可是我没想到这个 这个举动呢 会让她产生一些误解 不是我误解 而是你的举动感动了我 因为感动 因为当时我根本就不饿嘛 如果我饿的情况下 我不可能把零食给你吃啊 等等啊 这一说说的有点乱 我先明确一下关系啊 你们俩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我们都是男女朋友关系 就是普通的好朋友而已 我觉得你这种举动 已经完全逾越了朋友的界限 跨越了朋友的鸿沟 那都是你自己的好不好 那你平时怎么 晚上没电的时候啊 让我收灯泡啊 电脑坏的时候 还让我去你家走的时候 还一一恋恋不舍呢 因为当时我来北京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我谁都不认识嘛 也没有什么亲人 所以说那个 就是当时我那个 心情好的时候 和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通知的就是她 那你总不能在 过渡寂寞冷的时候想起我 而我跟别的女孩聊天 她没有的时候 你就羡慕嫉妒恨呢 并且要 我哪有羡慕嫉妒恨呢 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好不好 啊 那你们俩从火车上相遇 从爬山 一相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没有相恋 就是认识而已 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认识一年多了 拉过手吗 没有 怎么没有 咱们不 经常拉手 我们哪有拉过手啊 怎么没拉过呢 爬山的时候你不跌倒 我不是拉起你了吗 哎呀 我本身足迹这是 对 她是爱意说之真有点像 她们就给我介绍说 这个男嘉宾特别有特点 那实际上面姑娘对她 是没感觉的是吧 对啊 就是一个哥哥嘛 就把她当作一个哥哥 哦 那你跟人表达过爱意吗 平时我都一直给她说 我怎么怎么爱她 但是她就不理解 我一直都是把她 当作好朋友而已 不是她说我爱你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她的 我不爱你啊 你能骗得过别人 你能瞒得过你内心吗 我的内心告诉我 我就是不爱你嘛 那我跟别的女孩聊天的时候 你不也眼含泪花吗 我哪有眼含泪花呀 因为当时我看到 她跟那个别的女孩说话 我把她当为哥哥嘛 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我应该躲在一边很支持啊 不能站在她们当街 当电腾炮啊 我一说话你就管一下臭啊 我一说话你就搁一块臭啊 我还能谈 哪有啊 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好不好 而且她现在已经把我们这个好朋友界限已经超越了 她经常给我发短信 而且不是不只是十条二十条 一天还是一个月 一天有一次我计算过 两个月大概给我发了一千三百多条短信 那你怎么记得那么轻呢 你不爱我你记得那么轻干嘛呢 你想想每天都三十几条短信 两个月下来你算算多少条 而且她还经常给我打电话 每天都在打 真的很烦 你接受我的话我还会烦吗 我现在我都老疯 跟我一直告诉你我都不喜欢你 我觉得我爱你 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你怎么会烦呢 你先不许说话 你说话太有笑点了 春晚没用你去 我觉得是个失误 既然知道人家男孩是一片苦心的追你 你又不想跟人家发展 那就早点说清楚 干嘛还拖拖拉拉一千多 我很早都跟他说清楚了 可是他一直都不听 那你可以别搭理他 他发一千三百多条短信的时候 你回了 我没有给他回了 一条都没回啊 刚开始是简单的回复几条 后来我几乎就不给他回了 你越不给我回吧 我就觉得你越误会我 我越误会我 不是你觉得他误会你什么了呢兄弟 他误会我跟别的女孩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不是你是身边有很多女孩吗 没有都是他自己想象的 他是属于那种挺自恋的人 而且他经常给我打电话 我把他拉上黑名单了 我以为这这种事情他能 他能好一点 可是没想到他 先以QQ方式跟我聊天 每天只要我把QQ一登上 就跟刷屏一样 全是他的消息 我不说你知道我在笑吗 后来我把QQ 把他的QQ也拉上黑名单了 可是不停给我的 往我的邮箱里发邮件 哎 人家姑娘这样就算了吧 不 这个事我觉得不能算 假如说我们不成相逢 也许心虚永远不会沉重 如果真的私之交臂 我们都一生不得轻松 你是图蕾老师的学生 我听出来了 说话都是一套一套 像你学生吧 像像像 你觉得 今天来就是希望跟他牵手的是吧 对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他说清楚的是吧 对 小李啊 嗯 你谈过恋爱吗以前 我谈过呀 我在大学期间我就是 一直谈呢 谈了几个 谈了我也不知道了 很多是吗 应该是我谈的很多 但是接受我的狠手 就是都在心里跟人谈是吧 对 他们都是那种 得到他们的心 却得不到他们的人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说 你也得到了这姑娘的心了是吧 对 我觉得我 我已经把她的心牢牢把握住了 好吧好吧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主要就是她因为感动 你不能老靠感动过日子呀 不就给你一杯哪一个面包吗 下一个姑娘给你两杯牛奶 撒面包 你是不是也感动吗 你喜欢她什么 单恋她什么 我觉得你看在什么情况下 给我面包的 如果在我饿的情况下 给我面包和牛奶 我觉得那就是感动 如果在我不饿的话 那给我牛奶面包我撑的话呢 对对 我能想着吗 就这么天天缠着 对啊 她现在就是经常接送我下班 而且她还跟我周边的同事说 她是我男朋友 我很依赖她 很喜欢她 我亲过她抱过她 我什么时候亲过你啊 我什么时候抱过你啊 这些流言蜚语你也能信吗 这些闲言蜚语 你不说他们怎么会说 怎么会传到我的耳边呢 行了 姑娘我看你是逃不出她的手心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她 所以说我才上了这个节目 哦 你是决绝要跟她分开的 对的 哥还做吗 当哥哥可以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很多道理 我妹妹很多 我就缺老婆 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找不到女朋友了 坏就坏在你那张烂嘴上 别瞎认哥 当哥都是有目的的 他现在总是这样 我就吓唬过他 我说他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去报警 后来他好了一些 可过了没多久 他又往我家小区的信箱里面邮东西 就邮一些特别奇怪的礼物 什么呀 比如说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娃娃 娃娃上面贴着他的照片 那不是让你成年看到我们朝思暮想吗 是吧 那我要把你照片贴在眉上 还可以辟邪呢 没事我相信我没这么大杀伤力 而且他还送的更怪的礼物 是帮我打开盒子一看 居然是一朵头发 那头发那不代表结发夫妻吗 这多有创意 一点浪漫都不懂 哪有送人礼物送头发的 当时我看到那一幕我真的很害怕 他经常送这个奇奇怪怪的礼物 刚开始我爱看 后来我连看都不看 直接就丢进垃圾箱里面了 我爱你你怎么会害怕呢 我又不会害你是吧 难道你会让爱成为一种伤害吗 你现在的爱基本有点伤害了 他伤我伤得太大了 假如我有一天真的离开 你会伤心吗 你会难过吗 不会 我会 不会啊 今儿可是个大难题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事你看 开始大家听得很欢乐 但大家请设身处地地想想 你是这位女方 你心里会感觉什么 我是这位女方 我觉得我应该感到很荣幸很自豪 系头发系娃娃 我我我后脑勺我是起鸡鼻疙的 对方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过你 他对你一点感觉没有 同时之前的你所意想出来的 他对你有意思那个举动 其实是他不饿 对吧 是一个很很平常的朋友之间 帮助人的一种动作 很简单 但是你把它放大化 你如此执着地去向他施压 会造成对方很不舒服 凭什么你施爱 对方就一定要喜欢你呢 这是什么霸王条款 我没要求他喜欢我呀 但是我一直想让他明白 我是喜欢他的呀 人明白了 但是人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你了 你为什么还一人在 他死缠烂打呢 你内心深处其实很自卑 你会幻想 你幻想对方对你的拒绝 其实是他的羞涩 你这太偏执了 也许吧 你这话其实你是听进去了 第三点其实是什么 你在赌气 我的理解你在赌气 现在你呢是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了 你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 你根本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这是爱吗 我还说一句 他现在已经给我造成就是 很多的就是惧怕感 有一次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条彩信 帮我打开彩信 看的内容是 居然我在面包店隔着玻璃付钱的照片 当时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问他你在哪儿 你是在我 你藏在哪里了 本能不证明我时时在关注你吗 时刻在关心你吗 我就感觉到他一直在监视我 现在我上班的时候 就是只要我同事 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会马上回头看 是不是他出现在我的眼前 真的给我造成很大的惧怕感 所以事实上我是会觉得 笑完之后 其实心里面还挺 有一点点痛 所以各位观察一下 至始至终 这位女士有笑过吗 大家欢笑的时候 她有笑过吗 我之所以笑 正因为我知道她深深的爱着我 为什么要笑呢 我觉得我应该挺开心的 只不过她抑郁眼表 小伙子 其实你是有特长的 你的特长一定会吸引人的 因为你其实很容易让人喜欢你 是 但是你这么做法是会让人痛恨你 如何能够证明自己的强大 不是通过死缠烂打 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 她会被我的真情说人打动你 那我说了白说呀 你还被她真情 她会被你的这种真情吓死 你会妨碍她的幸福 你这样是爱她吗 有一种爱叫放手你知道吧 能不能放过她 我帮你找好不好 我觉得我爱她 我爱一个人有错吗 你爱一个人没错 但是你让一个人害怕就是有错 她我劝你放弃好吗 作为男人 如果她能释怀 我觉得我能放弃 你能释怀吗 我一直都把她当作哥哥或者是好朋友 她会遇到她自己真正的幸福 而那个人不是我 你听进去了吗 她虽然不是她 但是我还是我 男嘉宾 你爱一个人 你得让那个人去接受你 这才叫爱 如果那个人不接受你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她已经在这个场合里面 已经向所有人在表示要分开 你应该去接受这个这么这么一句话 我很好奇 你身边的朋友多吗 我虽然身边朋友少 但是都在关心我 照顾我 那我觉得你的生活圈子 应该再宽广一些 你认识更多的人 结实更多的女性 那我想你会从中 会获得一些不同的感受 形象都是天生的 但是魅力是靠后天培养的 我相信自己我是很有魅力的 对我们都觉得 一直认为你非常有魅力 然后语言非常幽默 你可以把你的魅力再放大 我相信你将来 会有找到自己的老婆 谢谢 我们每个人 其实跟她一样 就是我们会戴面具 戴盔甲 用一些方法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甚至是逃避一些 对自己不利的东西 她表现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说 笑的那些东西 感觉好像是强烈的自信 强烈的搞笑 然后一套一套的话等等等等 包括她说这些姑娘这些事情 其实是她在给自己打恩为止 一直在打恩为止 其实兄弟 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早就知道 这姑娘不喜欢你 她喜不喜欢 我觉得不是 你别跟我说这套话 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 她知道 你是知道的 对不对 我知道她一直在拒绝我 你是知道的 其实你知道 她只是在用这种方法 想再挽回 想用纠缠的方法 想继续表达我自己的爱 你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谢谢 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是不需要靠长相来拟自己的 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是不需要去靠套话 空话 甚至自己骗自己 来强大自己的 你走到任何一个角落 跟所有人去做正常的交流 大家都会喜欢你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跟踪人家 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去做那些 明知道她不喜欢的事情 但你还是要去做呢 我觉得吧 她想的太严重了 我还不至于跟踪是吧 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坚信你未来可以找到 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但是你必须要把这种追姑娘的方式 抛弃一点 你愿不愿意 愿意 以后你就跟姑娘或者跟别人 我们实实在在的交流 你知道你这种骚扰的方式 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下 就是我跟你特别好 所以我要打你一下 你知道我这种感觉吗 如果她真实的话 你不要再说她了 她跟你没有关系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实一点的话 我想我不会这么复杂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真实的 我是可以真实 但是我不敢保证别人会真实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姑娘跟你确实是不合适 她也确实是不喜欢你 而你跟她的这个处理方法 确实是错了 所以我建议你现在 向这个姑娘道个歉 然后大大方方 像个男人一样的 离开这个舞台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你的未来 有很多很多路可以走 只要你保持你这个真心 撕掉你这个面具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在走之前 一定要向这个姑娘道歉 在大学时代 我的同学曾经每天晚上 亲自上演一出狼来了的喜剧 追磁带店的一个女营业员 那女演员已经跟她说了不喜欢 她每天就追 结果每天就成为那女营业员 骑着自行车在这边跑 她在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 然后还有一帮不太怀好意的哥们说 其实她是有点喜欢你 人家是羞涩 就是这样坑坑的 她就每天追得很起劲 我开始以为她跟我的同学是一样的 固执地坚持 任性地沉醉 但是其实不是 在最开始她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们认为她是真心爱这个女生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挽回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 但是当我发现她很欣赏于大家 对于她的语言上的挑逗的时候 她非常开心 这个舞台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像她这样的人 一手守十年 一手守五年这样的男人 在我们舞台上出现过很多次 但每次她与我们之间的对话 她急于辩解的是什么 她急于辩解的就是我真的爱她 我真的觉得有机会 你们鼓励我吧 但她不是 她很欣赏她的语言 给我们带来的所谓的喜感 我正是靠着语言打动她的 除了语言之外 我没有别的再有特特 你错 真正追求一个女孩子 不是用语言 是用你的真心 你不用去跟踪她 你可以默默地关注 你可以默默地在生活当中关心她 而今天在我们现场上演的是一幕幕喜剧 而鲁迅说喜剧就是 把没有价值的东西拼凑给大家看 笑笑而已 其实你在欺软怕硬 你知道吗 这女孩是老师 她要是厉害一点的姑娘 你敢这样跟踪她 你敢这样纠缠她 不是 其实她也并不软弱 她还揍过我 你看 还在开玩笑呢 你认识她的时候 姑娘 你认识她的时候 正值她被另外一个前女友抛弃的时候 是吧 被拒绝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这次前女友为什么能拒绝她 你为什么不能拒绝她 因为你更软弱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她毕竟帮过我 没事 我帮过很多人 我根本不可能做到说去 就是 以感恩的心去 去报复人 但是我告诉你 这也是为了她好 否则的话 你看看 就我们越笑 她就越说的爽 你越笑她就越沉醉 这对她来说是不好的 她本来应该按道理干什么 她应该踏踏实实 找一个爱大的人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但问题是你的越逃避 你越退后 她就陷得越深 她越说的起敬 越沉在于自己所谓的人格魅力 真正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真正的人格魅力 在让大家笑的同时 能够感同身受 刚才赵川说你是我的徒弟 对我说话 更多的情况下 喜欢对战工整 喜欢用排比句 我用这样的方式 是要加强当事人自己的感受 用这样的描述的方式 来有效的沟通和解决 你是干什么 我用这样的方式 主要是 让她明白我对她的爱 她明白什么 问题是你已经知道 你现在所作所为 对她产生了困扰 为什么你还要 置疑而为呢 爱一个人是要骚扰她吗 我并没有骚扰她 怎么没有呢 你给人家发短信 发邮件 人家说了都把她删了 拉了黑名单 你还要发 这不耍流氓吗 知道大家为什么替你着急吗 没事不用替我着急 我觉得吧 她爱不爱我 是她的事 我爱不爱她 是我的事 你真心爱她吗 如果她能 你真心爱她吗 别如果她 你真心爱她吗 我真心爱她 好 你希望她幸福吗 我希望她幸福 如果她的幸福 就是让你离开 你离开吗 我在她离开之后离开 好吧 就是下点狠心嘛 接下来的时间 是一个表白时间 这个时间姑娘 我倒觉得你可以把 该说的话都说了 告诉她 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记住哦 老师们说的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哦 不要强扭哦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此时无声甚有声 一切尽在不远中 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 为你唱首歌吧 希望不是最后一首 我希望你很快找到你的真正的幸福 而且我祝你找到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相伴到一生 请亮灯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不管对这个男生的评价 我们做怎样的评价 有一点是要提醒现场的女性朋友的 甚至在这个地方我还想让陆琪老师给一些建议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 类似于像这位先生这样的死缠烂打的人 当我们碰到这些人的时候 如何让对方在最早的时间里面 就了解你真实的想法 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它是有几个方式的 首先第一点你要划出界限 在最早的时间让他知道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姑娘做的非常不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当他发现这个男人在追求自己 自己又不喜欢对方的时候 还在交往 嗯 把他当成哥哥 让他来自家 你们来自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暗示 这点是不好 所以你要划出一条界限 就是对不起 我这闪门是向你关上了 永远不可能进入我这闪门 这是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是要 不要让自己的同事跟朋友知道 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不能让朋友跟同事成为他的帮凶 这姑娘的同事就经常泄露他的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错的一个事情 第三 当他的出现已经危害到你的生命 或者说危害到你的安全 已经让你感觉到恐惧的时候 一定要求助于警察 为什么 因为求助于警察是给人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这件事情已经很严重很严重了 所以这三点 就是一定要很勇敢的说不 对 不能游有余 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来 一起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跟他说再见呗 没事 那我只能不舍得说一句再见 遗憾的到一生随缘了 我希望他能过得幸福 不再纠缠人家了 我想既然都这样了 我觉得我还没那么少 来 给他一些掌声 说到做到 请回吧 祝幸福 慢走 坚写 坚写有的时候是一种力量 回绝也要回得很死 执着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变成了挚扭 或许被变成一个天下的笑谈 接下来看到的 接下来看到的 对 对